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来,我是Zory 我们今天的话继续19小节的学习 关于如何去提出问题 那实际上这一小节主要讲的就是怎么样去构成这个特殊疑问句 我们知道一般疑问句是什么 是可以用yes或者是no进行回答的 对吧,比如说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了,问题就是yes或者是no 但是对于特殊疑问句来讲的话 你不能够单一的去使用yes或者是no进行回答 因为这是一个open questions 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问题 比如上下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要看 都不要看,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跟着我来 好,我们说my name is Zora OK,说现在我的名字是,我的名字叫什么 如果别人问你,你的名字是什么 对吧,那如果变成了一个一般疑问句的话 我们所说带有必动词 大家在回忆啊,回忆 带有必动词的这个承受句变成一般疑问句的时候 是吧,必动词提前 对吧,那就是is your name 但是这个时候它不成句子呀 对吧,然后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到 如果你这样变动的话,很奇怪 说你的名字 你中文上OK,但是英文上说 你的名字是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在这个一般疑问句之前 加上一个疑问词 加上一个what 我们可以叫做what your name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它表述的是 你的名字是什么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怎么样去构成特殊疑问句呢 很简单 实际上就是在一般疑问句之前 加上特殊疑问词 好,紧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更多的例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吧 很简单的差不多我们就不看了 说我们在这里边是为了什么 we are here for blah blah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说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做什么呢 大家注意到 我们要先把这个成数句变成疑问句 那就是把必动词提到为的前面去 are we here for OK,那这个时候你得加上做什么 对吧,所以在之前加上一个特殊疑问词 变成what are we here for 那再比如上面这个 时钟说时间是几点钟 on the time is seven o'clock 假使 好吧 这里边显示是一个five o'clock 那如果我们想问 现在是几点钟呢 那大家注意到 时间是几点钟 the time is 所以很明显吧 必动词提到the time的前面去 那问的是 现在是啥时候 几点钟变成what's the time 对吧 很简单 就是在一般疑问句之前 加上一个特殊疑问词 那这个时候 特殊疑问词有哪些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19.4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第一个叫做where 表述的是哪里 地点 对于地点进行一个提问 比如说 where is the cafe 说的是这个 cafe 对吧 就是这个 小咖啡吧 小餐厅 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 第二个看到是一个who 大家通过什么标志 看出来是一个人 对吧 所以它是对于人 进行一个提问 比如说我们看 who is Joe's teacher 那表示什么 这位老师是谁 请接着来看第三个when when是对于什么 是对于时间进行提问 晚饭是什么时候呢 when is dinner 晚饭是什么时候 请接着第四看到是一个which which表输的是哪一个 我们看到第四个 which is your car 哪一个是你的车 会看到这两边 去做一个选择 对吧 这两个其中的哪一个是你的车 好第五个叫做why 那很明显是对于原因 去进行一个提问 what am I here 对吧 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呢 那表述的我想询问 这有事的一个原因 最后一个看到是一个how how 大家注意到 第一个可以表述的是一个方式 不是我写字丑 鼠标真难用 比如说how do you go to school 那刚才问的是什么呢 你用什么方式去上学 你咋去上学 习轻轮轮坐地铁啊 还是轰掉车 对吧 这个询问呢就是一个方式 第二个大家注意到 它可以对于频率 去进行一个提问 比如说how often do you go shopping 你多久去购买一次 比如你可以说two times a week 对吧 一周两次 比如说I never I never go shopping 我从来都不 或者说I often 对吧 所以它提问是一个 你做某件事情的频率 第三个的话 高太极章语形容词 或者是副词 去进行一个联用 比如我们在第五个看到是how old are you 那这里边要询问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年龄 再比如我们在最后一个句子 所看到一个how are you 对吧 那这里边就是询问 哎 你怎么样啊 所以就是最基本的一个 打招呼的一个方式 好了 那么通过这两页的内容 我们学习了怎么样 将一个一般陈数句 变成一个特殊疑问句 很简单 就是还有必动词的这个陈数句 将必动词提前 再在前面 加上你所想提问的特殊疑问词 好了 那么练习的内容 大家可以自己来完成一下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边学过 一般我们在聊完 带有必动词的整数句变化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聊什么 就是非必的动词 如何去进行变化 对吧 所以的话 在19.8 我们会看到 当一个句子 它是一个非必的一个动词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句子 去变成一个特殊疑问句 实际上很简单 那大家先来想想 非必的动词变成一般疑问句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变化 在前面加上一个do或者是一个does 对吧 那加do还是does呢 大家想想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subject 取决于主语的表输内容 如果是are 意味 那加的是一个do 如果是三单的一个表输 hey 谁 ate 那加的是一个does 那这个时候 如果想继续变成一个特殊疑问句 要怎么办呢 那就是在这个基本的形式变化上面 前面加上一个特殊疑问词 所以大家会发现 道理非常非常简单 对吧 你不需要死定硬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说你吃午饭吗 我吃午饭 那如果变成一个一般疑问句 do you eat lunch 对吧 你是午饭吗 那现在如果变成你什么时候呢 那就是在前面加上一个wine 好 我们来看一下更多的例子 进行一个熟悉 好 然后are go swimming 这个是我去游泳 那如果我想问你去游泳吗 那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到 go swimming就很明显 它不是一个非b的动词 所以主语是you 我要在前面加上一个do 但是这个时候我想知道 你在哪里去游泳 所以我要加上一个特殊语文词 叫做where 对吧 所以叫做where do you go swimming 你在哪里去游泳 第二个说 他在周末的时候通常会做什么 叫什么 what does she do on the weekend 第三个 说的是 he finish work 他结束工作 那如果我说 想说他结束工作了吗 结束了 对吧 yes就是结束 no就是没结束 那大家注意到 我能直接用yes 或者回答那是一个 一般语文句 所以主语是一个hey 我们变成一般语文句 要在前面加上does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想问 他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呢 我们就要在这个一般语文句 先加特殊语文词 表述 学问 时间 加的是一个什么呢 when 对吧 好 那么紧接的话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 这个人 不得了 有两辆车 好 说的是 哪一辆你通常会把它开去上班 你去上班的时候 通常开哪一辆呢 which call do you drive to work 对吧 你通常请问一下 开哪一辆车去上班 好 请接着我们就来 对于选择do 还是does 进行一个专项训练 来看一下19.1 第一个例子叫做 when do they 大家注意到 主要是主语的表述是什么 are you way they 那用的是一个do 所以请接着来看第一个 我们直接来看主语是一个shay 对吧 所以很明显应该填的是一个does 我就忘了里面写了 第二个主语是一个zay 所以很明显应该填的是一个do 第三个 which back do you want 对吧 应该填的是一个do 为什么因为主语是一个you 第四个 hey那应该填的是一个does do我跟我看到叫做the movie 所以很明显应该填的是does 好了 16.12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小联系 就是把它排列中去 这个交给大家去完成 请接着我带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19.13 我们要根据音频的内容 勾出来 1到4个选择里边 哪一个是你所听到的 符合音频的表述内容 这个主人公叫做bang 他正在talks about his life as a student 在讨论他作为一个学生的生活 好 那么紧接着的话 来看一下四个题目 说的是 第一个题目 说的是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问的是 你什么时候吃早饭 第二个叫做 你早饭吃什么 对吧 所以大家会看到 后面其实是一致的 但是因为特殊论词的不同 那你所回答的内容 实际上完全不一样 一个问的是时间 一个问的是内容 第二个叫做 what do you study 然后how do you study 一个问学的是什么 一个是方式 第三个when 这个时候大家想想问的是什么 时间 对吧 where 那问的是什么 地点 你去哪里工作 第四个who is she 他是谁 问的是这个人 为什么我知道问的是一个人 因为特殊语文词是一个who 第二个叫where is she 那问的是什么地点 因为特殊语文词告诉我们 应该回答的是一个where 地方的一个表述内容 好 请接着话来给大家播放一下音频 嗨 Be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Marie Are you happy at college Yes It's great How is the food It's not good Oh no Where do you eat dinner I usually go home to eat I like to have dinner with my family That's nice Do your classes start early in the morning then Yes Too early They start at 8am Oh no When do you eat breakfast I have it at 7am Before class You must be tired What do you study then I study English The classes are hard And expensive That's too bad Do you have a job in town Yes Where do you work now I work at the supermarket 3 days a week On Mondays Wednesdays And Fridays I work from 2 to 7pm And I go to class In the morning Oh That woman in the cafe Wants to talk to you Who is she Oh That's Mrs. Donaldson She's my new professor Okay I've got to go now anyway Nice to see you Ben Good to see you too Marie Bye Hello 我们听完了这个四个小点内容 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再次给大家熟悉一下特殊疑问句 大家有注意到你要回答一定是要符合特殊疑问句的提问的 好那紧接着的话来看一下19.14这个部分 用方框中的这个词把这个空格填填着这个符合空格的一个内容搭配得到 然后的话大声读句的给大家稍微一分钟的时间了 大家可以先暂停 好我来直接给大家一下来放一下音频 大家可以根据音频来跟读和对照一下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Where do you work in the city 大家可以听点第一个问的是什么 when所以很明显他说的是在哪里应该是一个地点的表述内容 你接着 when do you start work 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那这个时候询问的是什么 when是一个时间 对吧 好那么紧接着的话来看一下第三个 what time does it open what time 询问的是什么 几点钟开门 时间点 然后具体的这个点 好第四个 how many people do you work with how many 这是什么 how many是询问的是数字 说有几个人 所以应该回答的是有几个人 来跟你一块去工作 好那么紧接着的话来听一下第五个 who do you work with who 我们询问的是人 对吧 你跟你一起工作的人是谁 好了我们紧接着的话来看一下19.15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逐步阅读这个小的文章了 到后面慢慢的这个学习时间越来越长 对吧 我们学习的内容越来越多 基础越来越棒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逐步阅读更长的这个文章 还是说要掌握一些阅读的方式 叫做有目的的去进行阅读 好了我们会看到第一个是对什么进行提问 大家心里面要有数 对于who 那就是对于人进行提问 所以我要找的实际上也就是人的表述内容 对吧 我们看到的表述叫做这个baned date 是跟谁一起去旅行的 我们这个时候找来看什么 大家注意到这个信是谁写的 就是这个人的baned date 对吧 来看一下他跟谁去一起旅行的 紧接着说we are in Spain 这是地点 然后紧接着cold 说的是这个乡村 这个village 所叫什么名字 你就知道他肯定不是一个人的表述内容 所以我过掉 说的是我的sister在亿州工作 so I'm here with my brother 好 所以这个时候他跟谁 很明显的话 her brother 对吧 选第一个 好 紧接着呢 第二个我们所看到叫做how many how many 这个特殊译词是对什么进行提问 数量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swimming pool 这个游泳池的数量 所以这个时候很简单 我要直接去找数量表述的内容 要么就是数字呗 对吧 要么就是这个单词 这个wom two three pool 好 那么我们快速的进行扫读 在这个地方 紧接着是没有的 然后是has two swimming pools 然后紧接着 然后选择的是什么 第一个 to 好 第三个 what time 所以这个时候是对什么提问 时间点 去进行一个提问 问的是这个banedite几点钟去起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具体的时间点 对吧 你只要找具体的时间点 就是数字表述的内容 那紧接着先看到是一个七点半 那说的是什么 breakfast 是早餐 但是我要找的是他几点钟起床 他说so i get up at seven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第一个 接着来看第一个 what does she do 好 这个时候说 what does she do 那这个时候看到的是什么 说要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的话我们接下来要找 他在早上去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孙女朋友会想的话 我要去找早上的一个时间点 那如果出现一个晚上的时间点 我就不看了 所以来看一下七点半的旁边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吃早饭 但是加莱神像说的是去健身房 或者是去游泳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说去健身房 或者游泳的一个表述内容呢 那我们在文章中看到的是说什么 他在七点钟的时候起床 对吧 然后在吃早饭之前去游泳 所以他在早晨的时候 是干嘛 是去健身房 还是去游泳呢 并没有出现这个时间点 在早上的时候呈现一个健身房的表述内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第二个去游泳 高度人会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一个gym 但是他并没有说他要在早上 他只是在客观描述 这个酒店是有健身房的 但并没有说他要在早上去做这个事情 今天第五个 他在哪里去吃早饭 那很明显所询问的是一个地点表述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会看到叫什么 这个餐厅 在这个泳池的旁边 我们在这个地方去吃早饭 大家注意到带词 你必须前面有才能去指代 所以当你看到带词的时候 应该往前去进行一个阅读 那所以在哪吃早饭 那就是在泳池的旁边 好 第六个我们看 他又问的是一个什么 时间 对吧 说什么时候这个flamenco跳舞 flamenco跳舞是在什么时候 所以我们紧接着会看到什么 说的是tonight 所以很明显 如果大家去选择tonight的话 你也得注意到 这个人物的表述内容 你会看到说 tomorrow is flamenco 所以的话 应该是在tonight还是tomorrow tomorrow 好 所以这个有一个迷惑点 大家要小心 紧接着的话 又是来不断地帮助大家去重复 去掌握特殊疑问句的一个构成 所以大家的话 可以去读一下 这些个句子 你可以自己去听一下音频 然后做一个更读 好 紧接着19.17的话 是我们改错黄色高亮的内容 我们会看到 对于duc和doss的选择 仍然是对于 要取决于谁 取决于主语 我们会看到主语叫做sein 所以很明显 这个地方应该用的是一个do 大家跟着我一起 或者你先暂停 先自己想一下 然后第二个 我们会看到什么 主语叫做hey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用的是一个doss 第三个的party 很明显的话 应该用的是单数还是复数 应该用的是一个单数 对吧 第四个主语是you 所以叫做wo do you do wo do you do 是问什么的 是询问别人的职业 你做什么 好了 来看一下19.18 也就是张下列的句子 去补充完整 我们之前一直所看到的 就是我去怎么样去提问 这个时候我们是反着来的 我们根据已经回答的内容 来想想 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问别人 这个特殊疑问句 到底应该是怎么 针对回答的一个具体的内容 去做提问的 我来带着大家看一个 首先第一个 叫her cat is called ginger 说的是他的猫是叫 ginger 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 大家想想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针对什么 提问 是对于他猫的名字 所以这个时候 what之后要加什么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必动词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 特殊疑问词 what之后应该加的是一个 is 然后其他的都不变 her cat called what her cat called 好 那么接下剩下四个 大家自己来做 自己来想想去完成 一定要自己去思考 你才能掌握 那大家可以暂停 我来给大家直接放一下音频 大家做完之后来对照一下 who is your english teacher where does ben work how is your grandmother my grandmother is fine thanks 好了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就看到checklist的知识清单 这一小节首先的话 是对于特殊疑问句 有open questions 怎么样构成 我们学习了 然后疑问词 不同的疑问词分别 对什么去进行提问 然后怎么样去 ask for details 学问细节 好了 我们这个review来看一下 回顾一下15到19单元的一个知识点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 带有弊动词的否定形式 那就是在后面加上一个note 对吧 解决我们会看到一个 怎么样去进行缩略 你可以将主语跟弊动词进行缩略 也可以将弊动词跟否定 去进行一个缩略 今天我们第二个看到了 一般现代式的一个否定形式 那就是非弊动词的 一般现代式在前面加上一个 das note 或者是一个do note 那加上das 还是加上do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我们所说的一个主语的内容 简介着第三个我们学习了 怎么样去构成一般疑问句 那就是代弊动词的 直接将弊动词提前 再之后加上一个问号 那如果是非弊动词 是在之前加对或者是一个das 那加对还是das 然是取决于主语 简介着我们就学习了 怎么样去进行回答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 这个简短回答也就是 针对于一般疑问句的 那就是yes I am或者是no 对吧 I'm not 或者是no I don't 那就是针对于非弊的一个动词 就是no I don't 紧接着的话 在这小节里面我们学习了什么 我们学习了 必动词构成的特殊疑问句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在一般疑问句之前 加上特殊疑问词 然后紧接着如果是非弊动词构成的特殊疑问句呢 我们要在句子前面加上do或者是das 当然是取决于主语表述 然后再去加上特殊疑问词 好了 那么到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第三大章节所有的内容了 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回顾 去巩固 然后多去进行句子的输入 这里是东西 我们下一章节见